9月25日,在新赛季的媒体日上,凯文·杜兰特表示勒布朗詹姆斯和他的洛杉矶胡人比金州勇士更受关注,因为胡人是一个更吸引人的故事。 勒布朗詹姆斯在今年7月与洛杉矶胡人队签订了一份为74年的合同,这样一来,也就造成了NBA现役最好的球员,现在身处全美最大的媒体市场,所以这个赛季的胡人队吸引非常非常多的兴趣和目光。 与此同时,洛杉矶胡人也签下了朗多、斯蒂芬森、比斯利和麦吉,如此多的引员让胡人备受关注。 杜兰特说,勒布朗詹姆斯和胡人得到了更多的关注,因为他们比勇士更吸引人,尽管魏冕冠军金州勇士即将踏上追逐三连冠的征程。 杜兰特补充说,考新斯赛赛季出的缺席,也让勇士队在聚光灯下瓶颈了下来,杜兰特和勇士队已经连续赢得了两次NBA总冠军,而俱乐部还在本赛季休赛期签下的全零星内线德马库斯考新斯,与后者签下了一份为期一年的短合同,这放在其他任何一个夏天,金州勇士都会赢得所有的投票新闻。 但这次不会,勒布朗詹姆斯凭借他的天赋加盟NBA历史上最具标志性的球队后,胡人队是今年值得关注的球队,目前来看,勇士队显然是最有希望赢得2019年总冠军的球队。 也许,由凯里、欧文和哥登海沃德领导的健康的波士顿凯尔特人队,能够给金州勇士队带来麻烦。 当然,如果他们能在总决赛相遇的话,但除了波士顿,联盟中似乎没有一支球队能击败勇士。 ABA的普通球迷对观看新州勇士队的比赛不感兴趣,因为他们阵中的超级明星,让比赛没失去了悬念。 然而,所有的篮球迷都会关注詹姆斯和胡人,每个人都想知道詹姆斯是否能让胡人重返辉煌。 Zither Har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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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